他不会杀娇 不会跳舞 不会吹口哨 不会爬树 他不会做的事很多 可他做的事都很棒 这张小鬼你喜欢吗 他叫小宝 我最好的朋友 我叫小雅 小宝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现在每天都有小宝陪伴我 你也想拥有一个小宝吗 请你的爸爸妈妈关注 宝宝加油 微信公众账号 你也可以拥有一个小宝哦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植物大战僵尸 武器秘密故事系列 在昨天的故事当中啊 我们说到 樱桃炸弹和豌豆射手 坐上时空穿梭机 来到了美国西部的 科罗拉多大峡谷 这里是世界著名的自然遗产 他们还遇到了新的植物战士 闪电芦苇 闪电芦苇能够发射快速闪电 僵尸一碰倒下一片 他们三被鸡贼僵尸 骗进了大峡谷 就在他们庆祝胜利的时候 却听到了 奇怪的钢琴声 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吧 钢琴钢琴 有点吓人 这是由高洪波爷爷创作的 叮叮咚咚的钢琴声 从大峡谷深处传过来 这么荒凉的地方 怎么会有人弹钢琴呢 樱桃炸弹看看伙伴们 果断地判断道 这琴声和被我们消灭的 鸡贼僵尸有关系 没准啊 又是一个新出现的坏蛋 弯动射手的能量发挥过后 又变回原来的模样 没有了那个紫色的头盔 他认真地点点头 如果不是能量斗 我们赢不了刚才的战斗 这个古怪大峡谷 还是得 还是得步步小心 闪电芦苇却漫不经心地说 没什么没什么 钢琴为我们的胜利庆贺 反正我喜欢 植物战士们就这样 在大峡谷中继续前进 钢琴声也越来越强烈 甚至有点震耳朵呢 樱桃炸弹皱起眉头 豌豆射手捂住耳朵 这个琴声好古怪 真的我的小脑袋好疼啊 谁在这乱弹琴 求你快快停下来 快快停下来 琴声当中传来一阵狂笑 哐当一声 一架破钢琴落在地上 琴前坐着一个牛仔模样的僵尸 他开心地说 我是僵尸音乐家 僵尸听了笑哈哈 随着我的琴声冲 大的植物回老家 原来是弹钢琴僵尸 一个新的对手 只见他食指翻飞 在破琴剑上飞速弹起一阵急促的音乐 峡谷里迅速跑来 舞蹈僵尸 伴舞僵尸 以及其他的僵尸 他们在音乐声中拼命地舞蹈 灰尘被他们踏得像烟一样翻卷着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好紧张 好激烈啊 豌豆射手发出一连串的子弹 根本不起作用 樱桃炸弹跳起身 狠狠地砸向舞蹈僵尸 轰的一声响过 舞蹈僵尸被炸翻了 可是由于琴声不断 剩下的僵尸像着了魔一样向前猛攻 闪电炉尾发出一道威力极大的弧形闪电 弯刀撞的闪电 削倒了两个伴舞僵尸 闪电撞到钢琴上 像水珠滴入海绵一样无声无息 弹钢琴僵尸冷笑两声 耸动肩膀 钢琴声更加狂放 更多的僵尸参加到进攻的队伍里 植物战士们危在旦夕 植物战士们在钢琴声中边打边退 身后就是陡峭的悬崖 眼看没有退路了 这时候 弯豆射手拉扯闪电芦尾的叶子 快把能量斗找出来 有了它咱们什么都不怕 闪电芦尾一拍脑袋 对呀 怎么忘了能量斗呢 有了能量斗 打仗不发愁 快快快快出来 于是闪电芦尾高声地唱道 能量斗 像朵花 我们一起找到它 摸摸能量斗 本领就变大 第二个哈哈哈哈还没唱完呢 蹭的一声 能量斗从峭壁里闪出来 还不止是一颗 后面跟着一颗 闪电芦尾冲着植物战士们说道 能量斗里能量多 聚集能量打僵尸 植物战士唱凯歌 豌豆射手摸了一颗能量斗 它一下子变成了勇猛无比的豌豆卫兵 紫色的钢盔亮闪闪 粗大的枪口里黑油油 豌豆子弹变成了豌豆炮弹 密集的炮弹射向僵尸队伍 打得僵尸们七倒八歪 哭爹喊妈 可是啊 弹钢琴僵尸的钢琴 像做坚固的碉堡 豌豆弹打上去 又弹回来 弹钢琴僵尸躲在琴后使劲弹琴 僵尸们又开始多了起来 豌豆射手冲闪电芦苇喊道 闪电芦苇 快摸能量斗 你也录一手 闪电芦苇闪电般地摸了一下能量斗 朝着弹钢琴僵尸 挥出了一道弧形闪电 闪电变成一团浓黑的乌云 乌云盘旋在钢琴的上方 不一会儿就吞吃了钢琴和所有的僵尸 在乌云翻卷的时刻 轰隆隆响起了一声炸雷 炸雷过后是连续三道弧形闪电 闪电中只见钢琴像一片草叶般 被巨大的力量掀向悬崖 大群的僵尸也被劈得干干净净的 只听抓着琴净的钢琴僵尸留下一句话 我不服 我不服 随后就不见了 植物战士们依靠能量斗的帮助 又一次战胜了僵尸 弯豆射手跟闪电芦苇说 我们要回家了 我想家 想伙伴们了 植物战士们登上时空穿梭机 就这样 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